Morning,早上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我是张好 在每天视频里面呢,大家了解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商业分析的硕士,理学硕士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呢,被很多的留学生就忽略掉了 因为很多留学生在申请大学选择项目的时候 他就搜,OK,Math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比如说叫Math of Science,叫理学硕士,然后Business Analytics 是商业分析 但这个大学的这个项目并不叫做MSBA 就大家所通常搜的 就他这个项目并不叫做Math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nalytics 那么但是与此同时呢,这个项目其实他对商业分析 其实我觉得理解的比很多的绝大多数的大学的商业分析 偷彻的多 你信张老师的,也可以 你不信张老师的,你就当我今天随便给你聊天了 或者你就往下一刷视频 说明下一个就是大成腿的小姑娘给你跳舞的 对吧,没必要看一个大广州在跟他聊天 这个 商业分析这个项目呀,就是Business Analytics 所以很多人关注这个项目就学 包括有很多留学生关注这个Data Science 数据科学 但是如果大家真正仔细思考这个商业分析这个项目 商业分析是在干什么的 商业分析是在解决商业里面决策性的 所以决策性的什么,决策性的效率其实是 在顶尖呢,我们就看前五的商业,前十的商业,前二十的商业 不是我在这跟大家胡讲啊 大家可以看看前五,前十,前二十,前三十 包括看看美国劳动管理局,就劳动数据统集局里面 商业分析是干什么的 商业分析是utilized data 反正万变不离其中吧 基本上就这么一个一句话叫做utilized data 或者analyzing data 使用或者分析data,数据干嘛呢 to help business make decision 去帮助商业做出什么,做出决策 so business analytics 是 you dealing with data 你在跟数据打交道 and then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这很多大学都过来说这句话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来告诉你这种发生的什么 比如说市场里面变化 OK,这儿的密度高,这儿的密度低,这儿的密度深 这儿的颜色减,这儿的颜色大 Well,这儿的平均消费水平是多少的 这个地方呢,平均的某个软件的使用率是多少的 Let the data tell the story 让数据告诉你这个,那干嘛呢 to make decisive的一个 就有决策性,非常肯定的,非常果断的 干嘛,to make the business decision 做出商业的决策 所以这是商业分析 大家如果能理解,能跟着我一块理解 商业分析最,就是最初的目的 当然我知道很多大学找不着北的 真的有很多大学找不着个北 真的找不着北 限制于资源的限制 教授的限制等等的各种意思 或者就开个项目圈钱 去挣留学生的钱 也有这种现象 找不着北的 就比如说一下我哗啦哗啦哗啦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 他也不能完全就是说 故意就是说坑 那当然谁都想把学生交好 对吧 但是他有的时候就会商业分析 本身他就是对这事情理解的 不够透彻整个这个大学 商业分析这个项目 好的项目 反正现在就是就像三国似的 你看曹操是对的 还是刘备是对的 还是孙权是对的 你很难说 你很难说三就是三分天下 现在商业分析里面基本也是 有的往数据走 有的比如说往数据走 我说这个排名不分前后 当然了未属无可能是 曹操可能实力大点 但在商业分析里面 有的往data science 往数据往数据方向偏 有吧 很多项目上的先学 Python R SQL什么的 whatever那些 tableau那些软件 对吧 就往data走 还有些大学呢 教的比较传统商业分析 从business的角度 就是very typical的business的教法 就非常典型的商业的教法 数据商业 那么在商业教法里面 分了两种 一种是先 比如说他就他没有延伸 延伸的这个concentration 就是什么叫concentration 延伸的这个 好的商业分析的项目 是在商业分析的项目 是有分支的 比如商业分析 应用在市场里面的 商业分析应用在公共链里面 要不是你商业分析是什么 商业分析是一个business topic 是一个商业的话题 你怎么 你怎么说商业分析 你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能继续的说什么 商业分析 你什么叫商业 你现在 你现在看那个 看这个视频 你免费看 你也是消费者 对不对 你面前的电脑 你不是花钱买的吗 你手机不是花钱买的吗 我坐到这里 这椅子要突然崩了 把我打飞了 这里面的气缸 直接看过这个残案吗 那气缸直接穿透了身体 那这椅子叫什么 叫straight liability 有责任的 有第三方责任的 我坐到这里 我是不是消费者 无时无刻 呼吸的空气 你不交税吗 你也是消费者 你只是针对着不同的政府 你交税 你针对企业 你都 你无时无刻 那你现在看那个电脑屏幕 它也在收集你的数据 你用了平台 难道不收集你的数据吗 对不对 那这个数据 这市场类的数据 对不对 比如说你打开 你银行里有多少钱 那是金融的 financial data 金融的数据 你消费买什么东西 那是消费的数据 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 公司 你供应链 你买东西 你供应链 供应链需要分析 你市场 市场需要数据分析 你金融 金融需要市场分析 风险 风险需要数据的分析 你各行各业 所以说商业分析 或者data 数据分析 它是应用在整个的商业的 每个领域里面的 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科 你如果这么想这个问题的话 你看很多大学就会开一个 比如说我们叫 marketing analytics 市场营销 它单一对某一个领域里面 进行开设的 所以说这个商业分析 这个领域在这五年里面很火 因为是达出去的时代 你就想成三分天下吧 有的往数据交 有的往商业上交 有的是往细分上去交 但是我觉得有一所大学 就今天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都知道 张老师 我老张 我一分大学的钱 也不会收了 好吧 所以这些大学 他今天这个大学 也没有给我一分钱 他 我单纯的就是觉得 这所大学 受到了很多国际生的冷落 或者没有关注到这所大学 那这是一所很优秀的大学 那是哪一所大学呢 Universal of Florida Warrington School of Business 佛罗里达 Warrington的这个商学院 波林顿的商学院吧 Warrington 中文应该翻译过了 佛罗里达大学 Warrington Warrington商学院 那个项目叫什么呢 叫做Metal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叫信息化系统和运营管理 还有些人说 张老师 你这不对 这不今天讲商业分析吗 怎么讲到这个项目了 这就我刚开始 在视频里面 刚开始跟大家说的 咱们就聊聊天 对吧 这个项目 它就没有叫做Metal Science And Business Analytics 但是我反而认为 如果你觉得张老师 录了 我录了600多期 700期视频 讲了所有这么多大学的话 那我真的 你如果相信我 对这事理解的话 这个大学的商业分析 这个项目 其实它高于商业分析的理解 并且对商业分析的应用 给了学生更多的选项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大学 在美国这些Universal 一个州的名字 大学有那么几所 是非常属于找的找北的 就是什么叫找的找北的 就非常优秀的大学 有很多人一张嘴 就是公立大学 这个公立大学呢 其实说真的 公立私立 你孩子不灵 你公立私立都是白扯 说真的 现在你有些孩子 你能进得到私立 你进不了一些公立的大学 你公立大学也有照点牛的 对吧 有那么几个 以州命名的 University of一个州的大学 是非常强的 佛罗里达 就是佛罗里达大学 就是数其一 你看它都跟经济有关系 佛罗里达也是每年 每四年竞选的 大的摇摆州 佛罗里达的经济也很强 对吧 那当然呢 它旅游是一方面 它贸易 其实跟南美的贸易都很强 佛罗里达 University of Florida 还有什么 还有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华盛顿大学 对吧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higan大学 就更不用说了吧 Anneville Anneville的分校 Ross 罗斯的商学院 对吧 那你要跟我说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比起法院大学 那就更别说了 那沃尔人全世界 公认的第一的商学院 哈佛的小伙伴 也爱听不听 反正沃尔人 就在学商科人眼里面 确实沃尔人 就是第一的商学院 之前我看了 有个留言 说有题外话 之前看有个留言 说 说芝加哥大学 被排到第一的商学院 张老师狠狠的打你脸了 沃尔人 沃尔 这个 曹操也有赢的时候 刘备也有赢的时候 孙权也有赢的时候 但是纵观历史 纵观这么多年走过来 这个沃尔人在商管人心中 第一的位置 我觉得 不用我们过来聊这个话题 对吧 就跟MIT是在这个领域 在商科 在这个 这个理工学院里面 第一的这个角度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芝加哥大学也不错 booth的商学院也很好 但是沃尔人 确实很厉害 包括这个福洛里大学 包括这个Michigan 包括这个Universal 福洛里大 这个大学 UW Universal 这都是非常优秀的Universal 一个州 那也有找不着北的 你别以为Universal 一个州的都是找到北的 你们听说过University of South Dakota 他说这州都没听说过 South Dakota 还有North Dakota 能听过吗 没有吧 你就算说了 靠不了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USA 一般一说USA 很多人都以为南加大 Marshall 马歇尔的商学 其实US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南卡东亚州大学 很多人都没听说过 Moral的商圈 七八十名的商圈 那国际商务全面第一 所以说这美国的商圈 它术业有专攻的 它很复杂 非常复杂 所以今天呢 我就找到了一所 你别觉得 我给弗洛里大脸上贴金 没有这个必要 人家弗洛里大大学 牛着呢 好吗 弗洛里大大学 商科 商学院宗牌 就商学院的排名 29名 前三十吧 你无话可说吧 人家大学 叫National University 人家大学的中牌 也在29名 双前三十啊 很优秀 公立大学 我看这广告说 公立大学又再次排到了第五 你怎么高 你看这 还有你看这 2023年 这新的新闻 UC Berkeley UCLA 并列第一 Machigan和Virginia Universal Machigan和Universal Virginia 对了 By the way Universal Virginia Dartan也很强 一般没有几个中国人能进得去Dartan 真的 你别看不起弗林一家大学 很多人进的是那个Machigan的商业学院 好吧 咱老张心里都有数 别好多中国留学生是干啥啥不灵 都进不去 然后网上喷人第一名 何必呢 对吧 还不是自己都努努力呢 包括你看 你看 你看他并列第五的是谁啊 Universal Florida和Universal North Carolina Chappell Hill 北卡罗埃教堂山 这排名并列第五的 这都是公立里面的非常优秀的大学 你别觉得 你别觉得 你看不上公立 你进 你进一个Machigan 我看看 你别说Machigan 你进个北卡罗埃教堂山分校 你进一个 我看看 Kina Kina Flager的商学院 产南 Flager还叫什么中文 的商学院 那也很强 说什么意义 一个意义呢 这是一个好的项目 并不是因为这个大学的综合的因素 或者商卷很多的综合而定义的 一个好的项目 是本身由内而发的 本身的课程的设置 和选项的设置 而进行定义的 就是 再说句老百姓能听得懂的话 一个 一个 差点的 一个 一个写都出来 北京话都出来 一个姑娘 一个姑娘的好看 我张老师是个俗人 我认为 一个姑娘的好看 是她的性格 她由内而发的好看 不是说 一定露着个大腿 露着个 露着个 这身上盖着的面积 比露着面积都 都都都少了 就是好看 我可能跟大家 或者说 可能有些人跟我认知关系 也有些人跟我认知关系 不一样 那每个人对美的定义不一样 对吧 但是这个 一个项目的好坏 每个人也许定义 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今天这个项目 我为什么跟大家上来 铺垫了这么多 我一般很少废话 飞这么长时间呢 为什么铺垫这么多 就是我想让大家理解 佛罗里达大学的这个项目 虽然标题上叫 Information Systems 信息化技术和 Operations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一点跟商业分析 都没有招边 但是这个项目 才是真正的理解了 我们如何教育 学生的商业分析 因为大家如果 还是那句话 你看美国的 劳动的那个数据统计局 商业分析属于什么 商业分析属于 Operations 属于运营领域里面的 Labor Classification 叫做那个运营的那个 劳动的那个 Category 就是怎么说中文 就是劳动 劳动力分类 好吧 不再说废话了 我们一会来走 就来看看这个项目 看看这个项目 为什么优秀 它其实里面的分支 是真正让这个项目 非常优秀的一点 好吧 来看看这个啊 大家现在看的这个网站 就是这个 Florite的这个 这个黄色的Warrant 我就不说了 这之前这个视频 录过无数次这个 这个这个这期 这个项目 我在两年前录过一次 然后这最近 最近咨询的时候 又涉及到这个视频了 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说拿出来 再跟大家说说这个 说个事儿 好吧 Mas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新区化技术和运营管理 新区化技术 本身这个专业 我们先一点点看这个 Master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新区化技术 在十年前 这是电子商务研究的领域 就这个项目 研究电子商务 也研究数据 数据库当时的 十几年前 当时那伙 Information System 叫做MAS 叫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叫MIS 这就很多大学 新的大学里面 还有项目叫MIS 然后这个地方叫做 Operations Management Operations Management 又是这五千 比如说如果这是 前十年很火的话 那Operation Management 又是前五年很火的一个项目 就是供应链相关的 和运营管理 他是怎么把这两个结合 把这个一个前十年 十五年和前五年 到十年火的专业 怎么结合在今天 我觉得这个理念 非常的正确 有很多人说 这是一个主义大数据 我都把屏幕再切 我来跟大家聊两句 这个观念 这是我自己的观念 就很多人老觉得 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这是第四次的数据化的工业革命 包括我原来毕业的母校 雷达也在说这个 这第四次的事 我并不这么认为 你别什么都加一个革命 数据化产生不了革命 我别别觉得我这个大租头在这很高的 我告诉你 你看纵观历史 能改变人类的革命 推动一个工业的 这种所谓的加以引号的革命 工业革命 都是什么 都是对本身人类所需要的 自然资源的改变使用的规则 比如说你看 包括蒸汽 包括电 包括现在的 我告诉你 下一个真正的 下一个真正的这个是什么 真正的就是 next big thing 所谓的下一个大的事情是什么 不是什么数据 数据是辅助 真正改变的是什么 改变的是清洁能源 所以现在很多顶尖的商店 立马就反应过了 从今年开始开设清洁能源了 只有改变了人类使用的能源 才是真正的一次 把人类推向的 我天哪 这些都属于互联网 这么一个残留品 你们愿意信信 不愿意信 反正这是我自己的 对这事的一点理解 好吧 所以你看 你到底可以讲 你看中国 美国 封了 那中国2035年 2060年 探中火 carbon 那美国封了 美国天天拼了命的 卷那个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个 谁抢占了这个 这是定立下一个时代 到时候 那个年代 张老师估计已经是 先能活着那天再说 好吧 Mathos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 Manager 所以他把前面的前十年十五年 到前五年前十年两个很火的专业 然后结合了一下 推动到下面 然后进行开车 我们另外看了一下 The Mathos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 Managing Program Universal of Florida Prepare students to strive in the age of analytics 这个项目在弗里大大学 Prepare 帮助推动学生是干嘛 to strive in the age of analytics 一个在一个分析的年代 分析的年代里面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包括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这个 在这个三个领域 Age of analytics 这个病例 这个病例 我不是故意跟大家教英语 我让大家理解 是说什么的 Analytics 我这个英语 让人太离谱 Analytics 分析了 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的个时代 好吧 Tech Knowledge and Advancement has put students in position to discover effective method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Innovative Innovative strategies that help companies take the next big step 科技 Tech Knowledge and Advancement 科技的创 科技的不断的革新 或者科技的进步 has put our students in position to discover in position to discover 什么 一个有优 effective 一个有优秀的 一个有效的一个方式 and 创新的 Innovative strategy 创新的战略 去干嘛 去help company take the next big step 去帮助公司 走出下一个大步骤 还是什么 什么叫下一个大步骤 decision making 还是make the decision 商业分析 真的是帮公司 在做决策 很多学生 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理解这个 老觉得这个哪个 但实际上来说 商业分析 它真的是 协助公司 在operational的 一个decision 一个运营的角色 这上 这儿没有说 decision这个词 但是我发誓 我跟大家说 好吧 我发誓 要不我真的 我当着诗屏幕 跟他说 要不天打五雷红 劈死我 这个 多少商区院里面 在这一段介绍里面 都已经说到了 how make decision 去帮助做决策 帮助做决策 我没必要骗大家 没必要自圆其说 好吧 商业分析 是帮助大家 帮助企业运转 帮助公司 也不一定是运转 但是帮助公司 往前走的过程中 去做决策 这个项目给学生 canning at method 一个就是跟那 这种canning at 这种非常 睿智的斜面的意思 反正一大的意思 就是说非常 领先的这种分析的方式 然后是符合来自 全球各地的 这个公司的雇佣者 想看 想用到的技能 you will learn how to collect data 你会学习怎么 怎么收集数据 你看 我刚才说 这个商业分析吧 很多人说 为什么项目 没叫商业分析 你看这个项目 没叫商业分析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但是it's all about beas and science 这就是一个商业分析 的项目 但是却在商业分析 上面进行了升华 you will learn how to collect data 去怎么收集数据 but more important 更重要的是什么 you will know how to analyze it help company make great 你看 这不是张老师在这 胡编吧 你这 这不是我的大光头 在这 你看这上面没写 我还以为佛罗里达大学 没写呢 结果这 果然写了一个 我都没看见 读着这才看见 but more important 更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我真的 我发誓 我跟大家 录正录期视频了 我从来不会提前准备的 就拿着屏幕 就跟大家讲 因为发展出去 就那么点东西 你看我咨询七年了 就点东西 我还不知道说什么 but more but more importantly 所以为什么说 张老师视频更新很快 因为我从来不准备 我这哪有文稿 你说我一个视频 一个小时 写文稿 写死谁 倒是配字幕的都快天天 把我骂死了 公司 more important 更重要的是什么 you will you will now how to analyze it 你更多的是 怎么能知道 分析的数据 and help companies make critical critical decisions 帮主公司 做出一个 非常critical 至关重要的什么 决策 so our SDM accredited programs offers four concentrations and strategic design to paper students for long-end business work our SDM accredited programs 一个SDM认证的项目 that strategically design 一个战略性的 design student paper student 干嘛 去帮助他们在商业 战略性的去 帮助这些学生 在商业的环境当中 去帮他们竞争 这个我们原来看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 就是在 你看两年前的视频 又不是说我的视频 其实很有意义呢 这视频 我可能20年以后 再回来看 大家20年后 可能最火的 别说20年了 5年以后最火的 可能就不是商业分析了 这话真的扎心了 很多人老觉得 这东西是怎么着 怎么着的 我估计5年以后 有可能是 Nanaverse 元宇宙 I don't know 也许电子货币 crypto cyber什么 currency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商业货 往哪步走 那不是我关心的事情 对吧 但是 再来回头看 2020年 我在第一次 录这个项目的时候 还没有这个 还没有这个 offer 这刚刚开的 这online 虽然不太涉及到 国际生 但他在上面 加强了这个方向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你看他有四个选项 就是你在选择这个项目 为什么我说 这个项目是在 商业分析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升华 他真正有 否则来大学 真正有 Warrington Warrington 真正理解到了 商业分析的交法 所以你看在 Inf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s 上面 他里面下的四个分支 Business analytics 他这还没改过来呢 For concentration 这新家的这个 原来就是商业分析 Business analytics Data science 你要想学数据 可以 Go for it 去做 但是我不能把我这个项目 完全锁 锁锁成了数据分析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真正认真负责任的 就是商业分析 不是所有人过来 学商业分析 都叫做 我们不是商业 我们商业不是在培养 打工人呢 我们商业是在培养 未来的商业的带领者 你所有人都去学数据 还有现在很多自媒体说 都去学资本机科学 Compure Science 你看印度人为什么干什么 他们很多人都学过管理学呢 老天天培养打工人 一张嘴就就业 就业 就业 怎么没有想着一张嘴是统治呢 就业 我怎么看着微软 微软的美国的微软的总裁 我怎么看着美国Google的总裁 怎么都是印度印呢 怎么没有想着培养华人 成为世界顶尖的商业人 在去统治美国人的商业呢 老是给美国人打工 所以说我就觉得 我觉得非常不好 就说这是负责任的态度 就是你不能单纯的 把项目都锁死为数据分析 数据科学 所以你看里面 它没有 你如果想学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也可以 你想学供应链 稍微偏上块一点的 supervention management 也可以 所以你有4个options 所以这个才是真正就是说 在上一个 我在这边这个大学 没有大学 否则大学没有给我一分钱 我也用不着 我不差这点钱 能给我几个钱 我带一个学生 挣多少钱 但是我也不靠这挣钱 说真的 但你这个东西 你自己看看 是不是这个项目 是不是非常的 非常的 我这真的颤抖的小手 我怎么跟大家说 这个项目是一个 非常清晰商业分析师 怎么教的 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要这么夸 佛罗里来大学 因为人家强 人家穿前30的商圈 你再看这个视频的孩子 90%是进不去这个项目的 你觉得人家好 人家不要你了 真是 开玩笑 前双 中排前30 商排前30 你以为你想生就能生呢 但这个要求并不高 一个GRE311 GMI608 这个GMI真的不高 你看国际生 这样的比例有多少 这是那种 开一个项目 糊弄 圈国际生前的项目吗 一个项目 90% 80%的国际生 不是 这才这种 培养人才的项目呢 17%的国际生 今天这杯3.49 STM的 Accredited 那个被认证的 什么意思 什么 你看 with the 100% 你看100% 百分之百的就位率 你看 你自己看看这个 我给大家重头到尾 点 Our STM accredited program provides intensive preparations to make sure You grad Our graduates are ready to help companies to use their data to their to their advantage 我们就 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为了推动 保证我们的毕业的学生 能够在这个公司领域里面 去用数据 去帮助公司 得到竞争的优势 and the number proved 而且非常一句 坚定的一句话 说的是什么 坚定的一句话 是说 而且我们不光是这么说的 老子我deliver了 就是老子我做到了 说白了就是 我不光我牛 我不光我给你吹牛 并且我拿数据 证明大爷我 我做到了 他是怎么做的 本地的当地学生 百分之百的就业率 这个项目 只有83%的 83%的本地学生 只有17%的国际生 也就是说83%的学生 百分之百的就业率 国际生为什么没有统计 因为国际生 有时候会受到抽签的问题 但是客观因素 那不是本身项目的问题 如果国际生 都有美国绿卡的话 你也会进入到 百分之百的就业率里面的 这才是个优秀的项目 有很多的项目 好家伙 有很多项目 过来跟大家聊聊 然后很多项目 好家伙 一个项目一张嘴 十万美金 九万美金 一看就业率 百分之二三 百分之三十 国际生平均就业工资 三万 干什么呢 那是 我有时候就是 我为什么老叹气 我有时候又是恨大学 又是恨国际生不争气 恨大学 太容易 这钱太好证 恨国际生自己 太无中心 不看清楚项目 就去申请 我说这么多 六百多期视频 全免费 我到现在从 开始干这个行业 没有一期视频 在一个平台上面 收过一分钱 那你如果办 什么会员 什么的 什么什么 像国内有些平台 那你自己 不想看广告 还是包括YouTube 不想看广告 那会员自己办 那也不是我这钱 为什么免费的 把这些东西给到大家 就让他真的去免费 看明白这个项目 到底干什么的 It's often filled with recruiters from counseling forms 来自那学生去哪边的呢 咨询公司 government agencies 政府的机构 Industry Industry forms 工与工业行业里面的 这些的公司 And to try to find that stain out employer were quite await poor preparations Learn AI from the experts 那这里面还有人工智能的技术的教学 在这个项目里面 The course all disciplines 在不同的学格里面 The last decade of business has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data in financial services manufacturing retails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And the faculties and world has been for fro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那么在 你看这句话说的非常前沿 在过往的这段 在过往的这个 在不同的跨各个学科里面 在过去的12年里面 或者过去的10年里面 数据的应用 人工智能的应用 科技的应用 被映入到了商科的各个领域里面 包括金融 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 包括金融 生产制造加工 零售业 And many other industries 以及各行各业的领域 And the faculty at warrenton has been for fron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而且在 warrenton的教授里面 一直在这里面前沿 With 40-plus warrenton faculties mainta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terest in AI and analytics 有超过四十多名 warrenton的教授 在保持的和不断的 干嘛 去在 人工智能 分析领域里面 不断的教学 和research 调研 And guaranteed from the different system makers in the industry Students are guaranteed to learn from difference Difference makers in the industry 那么学生就会掌握这个技能 所以这个项目deliver了 真的 这个项目给到的 真的很好 好吧 我们接着一点点看 我们还要看课程 慢慢看 不了解 好吧 本来就不是五分钟说完的事 学生毕业以后去哪了 你看他把 他把每个领域里面分支 看见没有 你看看这个 做的多细 这是不是都大公司 好多我都不认识 Essentral 对吧 这大公司吧 J1 IBM Finance Energy 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然后Deloyed Erinson Young ExxMobile GoUp PWC KPMG GP Morgan IBM Rainman Dreams 这些不都大的公司吗 PWC这 有些我还不认识 你看商业分析的领域 和Data Science 商业分析和数据科学的 去了哪了 太多了 这边都公司 后面这都公司 Cisco 是不是吗 Banker Mark 美国银行 Lowes 这卖家具 卖家后院 种花草的草 跟Home Depot差不多 但我一般去Home Depot 我很少去Lowes 不知道为什么 Cisco Systems Deloyed Essentral 这都大的公司 这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IBM 所以这好像 这不是 这是宠物零食 还是什么东西 是吗 Facebook现在改名了 叫Metaverse 这这上还没改呢 Citadan Verizon Amazon 这行业很大的公司 这是很大的公司 我有印象 但我不知道干嘛 Portagon Gamble 大的零售 也新奇化技术 Amazon Google KPMG 大家看看 这都是顶件 不是 不是说 就业力都去了 小公司 这都很好 Comcast CityGrow 花旗 Comcast 这个 弄网的 那个 这费城 费城 我还去过他们那个高楼呢 好家伙60多层 好像是美国第四高楼吧 什么 PayPal 然后Amazon 对吧 Nielsen 这还有一个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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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生 新年来自公司 Target 不是大零售业吗 Apple Apple 中国 去了苹果 中国 X-Mobile Intel 行了 我这不去Fedex 零物流的 我就不一一说 你看物流也去了 物流里面的大公司 项目扎实 学生毕业的公司 都是大公司 并且非常扎实 很好 Program Options 所以它们就讲到了 这个Option 讲的什么 它比如说本科 你可以四加一 这么上下来 它准备还有 就两年的这种 这个 就这个硕士 整个这个 Traditional Program 你看 In the Asia 就重复了 然后ISOM 刚才说过 这个Traditional Traditional 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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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and a half Two years 你看一年半到两年的项 Base Apidemic Program 不是一年的硕士 一年半两年的项 所以国际生 在上这种项目的时候 他可以更加完善的 来学习自己的 锻炼自己的语言的 能力的项 每个项 不同的分支 不同的分 他为什么 不同的分支 还有这 不同的concentration 还有这种 不同的时间呢 说明他的课程 是不一样的 他会跟着分支 进行设置 这些课程 那就说明 接下来 我们下一个 看这个课程 大家就知道 这个为什么 我说这个项目 开得非常清楚 In the Warden College Bla Gradic courses Organizing Modual System The Modal System Fox Inhance The Courses Countness Over 8 Weight Period So One Weight Breaking Between 你看 也就说是 每8周 上一个学期 一组课程 然后中间休息一周 这是顶尖的 研究生的 商工学院校 开设课程的方式 他不会 整个一上上半年 你最后 什么都记不住了 一般 其实说白的就是 上两个月 休息一下 上两个月 休息一下 这样的话 课程压得更紧 强度更高 你真的 你顶尖的商工学校 一天睡四个小 如果五个小 是很正常 八层皮的 很难的 我们再说美国的 两年的这种 顶尖那种 商工学院校的校 不是打开自媒体 什么远赴重央 流水 说你们看的那些校 好吧 张老师不干的事 We offer four concentrations 它有四种的分项 business analytics 商业分析 data science 你看这个 就是商业分析 就是干嘛的 how to become a critical translator of business functional needs into analytic process process and analysis 那么将 analytical的process 和analysis 量化 这个分析的技能 和分析的方式 来transfer什么 business analytics 一定是针对business的 它并不是单纯的数据 应该70%的课程 是跟dealing with business 是跟商业是有关系的 theist concentration focuses on combined business functional knowledge 你看combining 结合什么 business functional knowledge 商业的领域性的知识 and related data with analytical skills 和相关的数据分析的能力 是以商业为基础 外加数据的能力 并不是很多 你看很多商业分析 找不着北的大学 是在干嘛 是在开 其实开整个数据分析 把这个专业 其实并不是的 它是商业分析 再加数据的技能 to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analytic team supporting 我说老腰 做一做 我的老腰 needs of analytic analytic team supporting business 那么分析 对商业的一种的知识 那么data science 很多大学很大部分 90%以上项目没有给你这些分支 没有给你这些分支 那么data science是什么呢 它是跟数据 你想学数据 你想学硬核 可以 go for the data science 去学习数据 the essential skill to design systems process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就是一切都跟数据有关了 你看包括数据分析的 收集的系统 然后去采集数据 分析数据 of course statistical and business intelligence to use necessary extra and communicating credial insight effectively 这个统计的量化的statistical 这种分析的 这种数据的分析的技能 包括based talent商业情报 这就更多的 这是硬核的 跟商业数据是打关系的 this concentration combined program 你看编程都来了 你看商业分析里面有编程吗 没有提到吧 这儿the concentration combine combines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systems business intelligence and quantitative business courses to provide a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pursue creating data science 那么这个项目 这个分析 编程information system 新学化技术 business intelligence商业情报 and quantitative business courses 量化的量化量化 量化的商业的课程 是吧 technical foundation 以一个就是 理工背景 纯理工的技术为主导的 这么一个专业 那么在information technology 下一个分支呢 它是针对于信息化技术 它可能更多的构架 整个人这么一个系统 how to design implement and manage system that support on comprehensive IT strategy 你看建立一个系统 manage system 管理系统 干嘛呢 support comprehensive IT strategy 一个全面的 全面多维度的一个IT的战略 in addition to technical companies still require necessary skills to analyze and lead IT initiatives for any industry 那么学生不光是在量 不光是这种 本身专业技能为主导 更多的是 necessary skills to analyze and lead IT initiatives for any industry 一些技能去分析和带领 IT initiatives for any industry 不管应用在各行各业的领域里面 excuse me 那么这个你看这个偏数据 这个偏IT对吧 这个是正统的商业分析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 跟商业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一个供应链 供应链是一个商科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传统的领域 我说传统有人不爱听了 说供应链不是前15年10年 18几年19几几年 沃尔玛就已经拿着对讲机 开始新发系统 开始在美国运送货物 这是沃尔玛取得质的关键 你可以看个沃尔玛那个案例 就是对供应链 供应链只要有后有运输 就涉及到供应链 那不光是物流 说是这两年电子商务 那是因为老百姓接触到这个了 其实商业里面原材料 供应 财购都在这里面 这个复杂的供应链的管理 learn to analyze and effectively manage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transporting and delivering goods and services to consumers creating,创造, transporting 来移动 就把从A点到送到B点 然后delivering 就是物流的配送 是什么呢 不光是产品 包括service 服务也是同样的 其实很多的功能的关系 是跟 是看不见的 因为商业里面除了 商业里面其实就两种 你说变大天的商业 你说我爸开什么场 我妈开什么场 我爸做什么生意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生意离不开商品和服务 你想嘛 你什么都能离开商品和服务 这根比商品 对不对 我现在看这个视频 你觉得没有买什么 你是在买一个服务 你没交钱 对呀 但你给平台创造价值的 你想想对不对 商业里面离不开这个 你说苹果 苹果手机是产品 你们下载的应用 你是服务 对吧 The coursework include topics such as logistics sourcing and IT system 你看 供应链物流 sourcing 包括IT的systems 我们来看这每个concentration traditional master business analytics concentration 上一分析的 oncampus 4 你看里面课程的设置 你会发现 非常优秀的一个项目 它会在四个领域设置不同的课 很多大学 根本做不到这个 我把这个缩小一点 大家看 在你看它设置了四个分项的课程 统一入学 你看for only 它这个地方 business analytics concentration 商业分析的这些下 这是商业分析来的 你看我找些核心课程 financial content 这些都不是了 present writ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for managerial decisions 你看 做出决策的managerial阶段 我就不再一一给他翻译 我这期视频讲 operational stuffing 这些都是人类资源方面了 organizational excuse me organizational study managerial accounting 会计类的 然后到了senaster 2 你看开始教一些商业分析 这些打商业基础呢 为什么商业分析 记得刚才商业分析怎么说来的吗 商业分析更重要的是 business functional knowledge 就你首先要知道 什么叫做商业 所以这里面 你看金融学 然后management marketing 市场学 看见没有 writing交流学 communication 对吧 analytic process 刚开始打基础的 再给你state schedule 数学类的 based database 数据库类的 conning会计类的 人类资源类的 然后到了第二下半学期 开始了 就开始数据类的课程了 pathon 你看地面还接着金融学 然后human capital 人类资源 marketing 因为在各个领域 这叫functional 不同的领域 叫做不同的functional areas ok data mining 数据挖掘 然后开始数据了 data analysis and skills business data presentation virtualization 就是tableau marketing 第二门课程 然后summer 你看artificial AI AI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一共36个学习 所以说 他怎么说的 他说到 他做到 what they said it get delivered 他说到了 做到了 所以说到什么 business functional knowledge 怎么做 然后包括 相关的数据的领域 你看相关数据领域 是不是市场学 数据 他数据本来就从市场学 刚开始最早出来的 市场分析 那么下一个 data science 那么我还 我真的 我发现没有提前看过这个 我们现在点开 我们应该会看到 看到什么 很多的硬核的数据 科学类的课程 就会看到更少的 什么functional areas 就是领域型知识 你看上来就是 advanced business system 你看 是不是发现了没有 business technical strategies 你们没有什么marketing accounting 这些乱七八糟了吧 没有functional了吧 纯属这个sitial analysis advanced 都是system 你看商业分析的 这个系统 量化的分析 你看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叫这个 这个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是重要的商业教育 因为商业人需要 能够表达自己 所有包括mba 所有的基本上项目 都会带着名门课程 这很重要 你不能是个笼子 是个傻子 对吧 business database program 这里面 这里面更少的看到什么 你们还看到有accounting 会计学吗 金融学吗 市场学吗 没有了 商业情报 product management data mining business e-commerce logic 大数据 所以这个 就完全的偏向于数据科学了 so what he said 他是怎么说的 刚开始 programming information system 就是有多少大学嘴上说一套 实际做不到一套 你看佛水大学嘴上说一套 划分四个领域 四个领域 开设不同的课程 你想他这背后里 占用他多少教授资源 他能开设不同的课程 很多国技生 我沾你们 沾你们心一下 你们自己看看 你们自己大学那些课程 你们会发现 多少门课程 都是跟其他的项目是通用的 而你看看人家这 自己一个分支 开设这么一套系统的课程 一个教授少说一年挣10万美金 你就琢磨琢磨 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化技术类的 同样 信息化技术类的 你看 是不是 没有没有看到更多的 跟商业分析方式呢 了吧 都是database 然后business objectives 然后corporate industry 把它带着实习 量化分析的能力 商业 tellic strategies 交流 信息交流传递 database数据库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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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istics 然后公共链 公共链 里面就开始将公共链的分支了 business status convention advanced business system sitial analysis 然后巴拉巴拉巴 你看prince of a lodge 你看他都是 刚开始他所有的 不管哪个分支 逻辑都是第一学期打基础 第二学期开始专业领域性 进行划分 你看logician transportations 公共链里面的 物流和运输 operation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sitial analytics 分析 然后就是在那个product management purchasing procurement 就是采购 purchasing material management 和材料的管理 对吧 e-commerce production 生产加工 好吧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非常的impressive 而且这个项目 而且这个项目 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 你看他gmap 这样要求的并不高 学生还好进 进了以后还好就业 你这怎么搞 人家功力还很牛 好家伙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sitial analytics 华又记得看 MHS 截指日期 国际生 截指的早 国际生 2月15号 好多国际生都反应不过来 2月15号 这截指 这算是硕士里面 截指非常早 屏幕切过来 好家伙 一脚一激动 讲到43分钟 我看着 好家伙 在墨迹 几句 就达50分钟 好久没有落落 查这边 然后腰疼 而且偷懶 甚至偷懶 我就觉得有时候 我就觉得真的是 哎呀 哎呀 我再给大家看一眼 这儿 你看佛罗里达大学 多有钱 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佛罗里达大学有钱 我跟大家说 有好几个学校 不同命名 这一个名字 购上去都交多少 投多少钱 自己看 Fisher-Sport County 会计学 自己有一个学院 graduate上学院 还有一个学院 然后还有一个school 什么 这是本科一个学院 然后会计一个学院 研究生一个学院 因为这graduate school 然后总共 还有一个学院 叫Word 有钱 纽约人挣了一辈子钱 纽约冷 到佛罗里达一度假 捐 捐钱就捐佛罗里达 但佛罗里达 却不是在迈阿米 在Ginswell这个地方 没有在海边 哎呀 你看 全程整个项目 Masso Science Information System and Operation Manager 新极化技术和运营管理 国际生 你能猜得到这里面 是在教商业分析 真好 这个项目是教的真好 多少人能进呢 两年前我就录过一次这个项目 又再次录过这个项目 依旧觉得这个项目的成熟 这个学校在这个商业分析领域里面 包括运营管理 这个新材技术这个想着 我觉得领先了很多很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大学 至少十年的历程 有些大学啊 从二零一几年开始 开始研究商业分析 到今天都没教明白 都没找到北 他真的是 商学院是很吃学校资源 说白了就是很要钱的 商馆内的院校这些教授 很挣钱的 很挣钱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这么多课程 他背后就要这么多的学生 要不他就学校就垮了 当然了 佛罗德大学有的事 有的事给他捐钱 那要这么多的教授在后面 这么多的部门 你看这里面多复杂 AI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你看就刚才就随便一说 刚才设计了多少个部门 数据类的 可能就会设计到工程学 Data Business Functional Area 你们就会设计到 比如金融部门 Finance 就是一个一个部门 Marketing 我对美国大学 对美国大学很了解 这没啥在那里溜了 这都一个部门 市场部门 供应链 首先就供应链 Business Functional 这次就有一个部门 然后AI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对吧 你想想这里面设计到多少部门 多少教授 这不得凑二三十个 三四十个教授 能把这一个项目交下来 你在看 你在看反抗很多的MSDA的项 锁死 全程下来就那八个教授 一套班子 所有学生没得选 还收你八九万美金 所以说呢 你说功力咋了 弗洛里达大学的 你先进 你先进 你能进得来再说 好吧 你别一嘴一个功力 你能进得来再说 不少有钱的孩子 弗洛里达 送到这儿去 这美国的教育 他不是说功力私利是有区别 但是不是 你真正到了顶尖 就没有功力私利了 你 你 你 能理解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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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个我看看 对吧 不合理 对吧 你所以说 你有些时候就是 就不要太太过于纠结这个 纠结是什么 不要纠结这个姑娘 外表穿什么样的衣服 拿一个coco chanel的包 穿一个好家伙 假名牌 真名牌也罢 露个大水 露个露个上半身的 这这都是外表 要看本质 那张老师就这理念 冤心信不冤心拉倒 我就这理念 要看本质 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性格 本质是内在 这个项目 一个项目好不好 本质是他内部的分化 教授的资源 教学的能力 学生以后 一个男生找一个老婆 看这个老婆 在未来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能不能成为嫌弃 能不能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价值 一个情绪的价值 项目也是通常道理 一个项目优秀不优秀 他毕业以后 他的学生 的工作的岗位 工作的公司 工作的走向 这些都是本质和内在 好吧 我们每周五个大人 每次资源 大家如果想联系到 可以给我发个讲 first time 到LotsmanHennessey.com 大家可以帮我们微信 能记得到 P3C-HMS 或者P3C-ERC-ERIC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Millions of Chinese students learn at business schools across the U.S. 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m? Is it about learning and experiencing life? Or is it about personal growth and reaching career goals? Either way there are both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At Hennessey Consulting Group we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risks and possibiliti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we employ scientific methods to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we work with students who are confident enough to see challenges as opportunities who spend their time learning how to build their careers for a brighter tomorrow who share tears and smiles worries and desires achievements and prosperities At Hennessey we support global talent's active success and it's time for you to rise So and as we w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